白色跑车无缘无故却自撞桥蹲 还有休旅车莫名其妙地自撞路边禁止车辆 原来这两起都是假车祸 刑事局破货诈骗集团主嫌是对情侣党 专门做中古车买卖 找来人头车主买二手进口车 制造两起假车祸 企图向多家保险公司诈领上千万的理赔金 陈大队在去年2月份发现年续报导 在台北市南港区研究院路二段 有一样奥迪休旅车 自撞路边停放的车辆 被撞的车辆都是属于名牌的高价车 十分可 在我们调阅了相关的资料 及投保底帖的记录以后 发现是以送信嫌犯为首的假车祸 炸保机团所 那么该机团同时也涉嫌 去年9月份在桃园大园发生了 以VMWI8电动跑车 制断桥墩制造假车祸 向多家产险公司炸领保险记的案子 那这两个案子总共的理赔金额 高达新台币1163万余元 在本大队会同台北市南港分局 共同执行搜索居提后 总共逮捕了几款成员8人 及时减少了产险公司的损失 及维护善良保护人权益 警方居提宋贤等8名嫌犯 查获现金62万元 保时捷车牌18面 保险契约书 人头车主证件等证物 全案已请台北地检署侦办 同时经查该犯罪集团 已获理赔300多万元的不法所得 另有800万元的理赔金 因产险公司审核手续 尚未完成理赔 记者李锡慧台北报道 好 好